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艺术家们大家晚上好啊 您现在收看到的呢是由著名教育机构幼化教育为您带来的一堂线上的vip艺术在线课程 我是您今天的这个直播这个什么这主播啊 咱们今天晚上是画什么呢咱们今天晚上是一节名字叫做图形创意与手绘课的一个娱乐课 名字起的是比较绕啊 具体讲的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上来之前先给大家解释这么一个事情啊 为什么这期起这么个名字啊 我个人是觉得啊 这是今天咱们要用到的工具啊 也不能说是今天吧 以后这个啊 咱们画这种类似的这种这个图形创意课啊 都会用到这些工具呃 待会呢会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些工具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用的啊 先回答上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开这么一堂课呢 这个呢是我们觉得啊 画画这个东西啊啊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 它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单单记录啊 物体的这么一个技法了啊 它更多的是对于我们情绪的表达啊 你要是觉得是这么回事可以在评论区扣一个1啊 你要是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暂时先别扣啊 就是呃画画呢和记日记它是一个意思啊 都是平时白天看到了什么开心的事情 看到了什么你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 咱想把它记录起来啊 以后方便看 那你要是拿油画呀 拿我没有对别的画种有什么别的意思啊 我只是哎 等会啊 这个光好像我得调一调 今天这个光有点足啊 那看看不见画面吗啊 不应该吧 看不见画面的敲一敲一个1啊 看不到画面 真的假的 你等等等会等会啊 现在有了吗 啊还是没有吗 等会啊怎么回事啊 这个样子呢 那我的b站上面有啊 那为啥他 哎 咋子子有个右画呢 哦哦哦哦等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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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这哎呀 那好久不上快课有点生疏啊 你稍微等我一会稍稍等一会啊 我说呢啊 有了吧 你看啊 有画面的敲一个1啊 哎呀呀呀 这个这么这么2分钟全是一个logo啊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介绍我们的意思 对不对 那就多介绍一会吧啊 咱们这个 著名教育机构又话啊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堂这个这个公开课啊 咱们今天我是今天的主播 大家能看到画面的话敲一个1啊 敲一个1刚刚我是 好久没上课了啊 我我没没有打开啊 我把这个曝光调一下 我刚才调曝光呢 我说怎么没画面了 那么刚刚说到我们这个画画啊 早已经摆脱了记录这个功能了 现在更多的是对于情绪的表达 就跟你写日记是一个道理对不对 现在正经人谁还写日记啊啊 那咱们可以用画画来代替对不对 那么呢 画画的时候呢 咱们这个速写啊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这种切入方法啊 为什么呢 那么快啊啊 因为你用别的东西的话 他可能耗时耗工 反光还是有点亮啊 曝光我关了呀 就是灯的原因吗 调软点啊 好反光啊 为啥还有圆灰出现啊 这个待会儿要跟大家说啊 为什么会有圆灰 什么情况啊 这个 哇 对对对 我看看画画面有没有出影响啊 画面还好 画面没出影响 这个曝光是 哇 天哪 我没开 我没开这个自动曝光啊 小谭 你能过来一下吗 他这个我我这个曝光我根本就没有调这个自动曝光 为什么你看 你看这个 这个焦距也是 移开 移开就没有了 对是因为这个反光是因为他反光吗 但是但是你看里面的画面 我把这个画面打开的时候 他也没有啊 他也没有啊 我明白了啊 啊 这 我的天 哈哈哈哈 我还在那儿怪设备啊 是本子反光 哈哈 我的天 我刚刚把咱们的小商导师叫过来 不是镜头的原因啊 不是这个原因 这个镜头不不背过 是这个本子反光 你看 我把它压住之后就没有了 那反光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刚刚说这个咱们平时画书写啊 画书写 他就可以比较快的记录一些东西啊 我这就把我自己的书写本带来了 这是我很多年之前画的一个书写本 哎呦 上面第一幅画上面记的一个日子呢 是2014年11月啊 就是这是六年前的书写本了 我看一下 给大家翻一下 我六年前画的些什么东西啊 这些大部分是当时脑袋里面想的一些内容 这是你这一看就不是临摹了 对不对啊 这个应该是类似于有些相关的作业吧 你看这本子上面还有这个胶带啊 这是当时画的一些东西 有一些可能是平时练习的题目 有些可能就是随手画的东西 为什么中间会有这种夹业连在一起呢 是因为那个年代可能画了一些 现在可能看着不太合适的东西 我就给沾上了啊 元宝什么元宝 啊这个地方好的元宝是不是 这个就是当时是一个一个画的一些零碎的东西 然后可能会觉得构图有点点空 所以就加上了一些小的这种装饰的物品 也是当时看了一些别人就是做这种本质的 这种这种相关的方法吧 然后可能那个时候比较喜欢一些足球啊 或者一些什么这种别的东西啊 可能就画的都是那种 与之相关的东西 那个时候画人嘛 六年前可能对于人的结构不是很了解 那么一些人物的面部的话画的比较的模糊啊 画的比较的模糊 这是我六年前的一个一个数学本啊 然后里面的话我基本上就是用的这个真管笔和马克笔 因为它比较容易快速上颜色嘛 可能说我构思好某些 当然这些人物画的比较早了啊 可能他的这个呃脸型这些都有点问题啊 因为这毕竟是六年前快这个七年前的东西了啊 但是就是这种方法还是挺好挺快速的 就能够帮助我们记录一些我们平时要表达的东西 所以呢我们平时用这种方式可能相比较于我们其他的途径来说 能够更好的 这里面是有肯定是有啊 就是我平时去记录一些东西的时候肯定还是 这些肯定都不是现实生活当中有的场景 肯定是会去肯定是会去根据当时的当时内心的感受啊 会去延伸出一些故事来啊 会延伸出一些故事来 有些可能是看了一些电影 有些可能是看了一些这个呃比赛啊 当然啦技法这个东西呢 呃你只有对比而看才会觉得自己啊 原来是真的这么多年学习有进步啊 就是可能现在我要怎么判断自己 可能这段时间念计划画画有没有进步呢 哎我如果有六年前的本质的话 我就能够知道我自己现在究竟六年前和六年后的自己能有多大的对比程度啊 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养成这样一个啊 随手把东西都画在一个本子上面的习惯 因为这样更加方便你保存啊 所以呢啊咱们今天上来的第一步 是我觉得我要教大家选一下咱们这个秤手的这个书写本吧 我觉得首先多少岁这个就不太啊 嗯不到50吧啊 就是啊 我们选这个本子首先第一个可能大家就是三个方面的因素吧 第一个得好看对不对啊 就是封瓶得看过去自己喜欢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整个本子它要能够足够厚啊 能够画不少东西 那么第三个我觉得可能大家平时比较忽略 但是我觉得还比较重要的是这个本子它必须得尽可能的试用更多的这种这个书写会绘画工具 像我以前用的这个本子就是很很普通的黑皮本 然后如果是用增管笔的话还好 但如果是用呃马克笔的话它会沁到后面来 你像我在这个幅画前面画了画了一个这个呃兔女郎吧 然后他就他他就沁过来了 虽然我把这些粘住了 但是隔的这个画面还是能看到里面的东西 然后如果是马克笔的话 你可以看到背面它其实就会沁过来 那么你背面如果画东西的话 当然你可能不像我这么这么这么节俭啊 那如果你背面画东西的话 他如果这个啊他不是这种 就说可能对于马克笔这种 他没有那么好的这种这个运染程度的话 他可能对你这个画面背面会有影响啊 那么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这种就是他本身就是马克笔纸的这种书写本 虽然他有他他有几个特点就第一个 就是这种书写本的话他很薄 有的时候你除了在自己去画一些写生之外 你凝膜的时候呢 我其实是不排斥大家有的时候去凝膜一些线稿的话 他比较他比较薄 他能够看到下面的一些物体 这个你练习的时候多种选择嘛 再一个就是他的确是不是会沁到后面这一页 当然这个背面也肯定是画不了了 但是他不会印到第二页 我之前这个本子的话呢可能会第二页都会印到上面 都会印到一些颜色 所以还是会比较的受这种影响 就感觉你总得画一张隔一张 你看这个地方都有这种马克笔的印子啊 对啊 刚刚给大家看了我六年前的这个数学本啊 当然大家大家平时看我画人物 我素描克嘛 画看的比较多的也知道我呃 人物至少和六年前比还是有进步的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保存下来 那么再过个六年之后 你就知道自己一个完整的成长记录了 或者一个成长轨迹了啊 所以这也是我提倡大家 用一个本子来记录自己绘画过程的这一个原因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 画画其实跟写日记一样 你的这种灵感啊 或者说我们今天这个课叫创意课程 那么这种创意的来源在哪呢 艺术它是源自于生活的 那必须是对于生活的观察和记录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呢啊 可以大家可以养成这样一个习惯 好那我们刚刚反复提到了 我们今天要教大家画创意课 那我们今天究竟怎么教大家画创意课呢 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底气 可以说教大家画创意课呢 这个就离不开我们自己啊 花了很大心思啊 给大家研研发的一套这个这个这个学习思路啊 每个人的学习都有方法 那么我们呢也是根据啊 我们自己的感受 或者说大家反馈的感受 我们也会这套方法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把我我们的这套方法 慢慢的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我们怎么样 来让你了解这种创意绘画 怎么样来训练啊 首先来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要画的内容 我们今天要画内容是什么呢 我的本子上面呢是一张白纸啊 是一张白纸 那一张白纸我要画什么啊 一张白纸呢 我们今天的课程主题是画一座城市的特色小吃 画一座城市的特色小吃 什么意思呢 就像我之前画过一个类似的 这是我去 北方某多城市玩的时候啊 那是很早之前了啊 画的画的一些这个这个书写啊 大家也能够看到有那么一点点意思 虽然当时手法没有那么写实 所以就是说啊 以这种方法 咱们画一个这种 以城市文化为背景的 以他们的小小吃为主题的 这么一个小插画啊 已经没小插画啊 我们是一个创作课程 所以我们只给大家准备了参考图 没有具体的素材图 那么我选择的城市是哪呢 是我现在所在的长沙啊 首先 说到长沙呢 这个大家肯定第一反应啊 就是长沙有很多这种 比较好吃的这个美食 那我们的这些素材图呢 你怎么样去获得呢 可以去关注下我们的公众号 我刚刚准备了一个小视频啊 但是您拿上来的时候 可能转码没转好 但我们这个不是速写课吗 那就干脆啊 就实际动手画给大家看啊 正好咱不是要展示工具吗 我们这一次呢 选择马克笔纸 那么更多帮助我们表现技法的工具 就是马克笔啊 马克笔是一种非常快的 这种表现工具 它最早是适用于设计领域 设计师用的啊 设计师用它的原因就在于 因为它非常的便于携带 它不会漏墨水 它也不会说啊 就是说蹭到别的物体啊 也不用调色 每一个颜色对应的相对的色号 然后呢比较轻便啊 因为是酒精性 所以干的很快 所以我们用马克笔来做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表达工具 考虑到我们的logo是绿色的 所以我选择三只绿色的马克笔啊 大家如果想要关注到我们的这个主要图的话呢 或许图形你可以去我们的公众号上啊 可以去微信公众号上呢 打开你的微信啊 微信一般是长这个样子的对不对 这有一个聊天框啊 微信好像还有个脸什么的啊 把手机打开啊点一下它 点它之后呢 它就会弹出来一个界面啊 弹出界面之后呢 这个上面啊 我要没记错的话 这上面呢 这下面是你的你的这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啊 你的这个公众号啊 什么这这那的啊 这个上面有一个搜索功能 对不对 你搁这点一下啊 搜索这个诱化教育 哎 它就会弹出来一个这个公众号啊 搜索界面上面呢 第一位这就会有一个这个公众号啊 长这个模样的啊 点击添加关注啊 会出现另外一个界面 是一个聊天框啊 这边可能是一个头像 哎呀你来了 这种这这这那啦 就是固定的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啊 对话对不对 然后你在这个下面呢 把这个聊天框点一下 它会变成三个按钮 这下面有一个点点点啊 点这个点点点啊 这里就会出来一个添加客服啊 你添加我们的客服啊 添一下我们的客服 我们就可以哎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助理老师 他就可以把每一次我们公开课的相关信息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公开课的素材图啊 都告诉你啊 这个流程应该算还是比较的直观的 对不对啊 不妨拿出你的手机尝试一下啊 尝试一下 好 咱们今天的这个素材图呢 咱我给他准备的挺多的啊 因为是考一道创作课嘛 啊 你要是素材都不给人家找权 人怎么创作是不是啊 咱们这个创作讲究方法啊 咱不能说一上来就直接给你给你炫技法啊 咱还是得一步一步的去画啊 刚刚我在介绍公众号的时候呢 呃 大家也聊了不少你们心目当中关于长沙的美食 但是我看到了一个烤面筋啊 这个烤面筋 这是长沙美食吗 这 这个啊 这烤面筋不是B站特产吧 啊 这个烤面筋 这 我就算是吧啊 看到很多啊 就排名比较高的可能这个臭豆腐啊 然后这个啊 抹牌子的奶茶 还有这个大香肠 肉火 哎呀哎呀 国际航空港长沙是不是啊 就是你再你再说的话 可能就是什么二两烤翅啊 什么这个这个墨西哥鸡肉卷呢 都是特产了啊 就我们一般啊 提到长沙特产的时候 都是这种红油 这种红油的比较辣的东西啊 那么我今天呢 是谈一谈我对于整个长沙 或者说湖南吧 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一个这种小吃吧 我觉得是米粉啊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湖南米粉 有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啊 看大家弹幕里面没有一个人点了米粉啊 我觉得可能也没啥印象 那就介绍一下呗啊 那么湖南呢 呃别称三香四水啊 咱们这个地方呢 属于长江中下有平原啊 物产是比较丰富的 所以呢 咸这个大米比较多啊 所以湖南的各个地方都有非常出色的米粉 那么可能你说哪个哪个地方是湖南最好吃的米粉 这个可能都各有争论啊 我是常德人 但是我想把我这一票呢 投给长沙米粉啊 我觉得长沙米粉他 呃就是他的这个这个这个交头啊 选择比较多啊 选择比较多 那就不像我老家只有牛肉的啊 这个地方呢 是长沙呢 基本上什么都有啊 只要你愿意啊 你可以往里面加任何东西 我觉得这个和长沙的城市很像啊 就包容性很强啊 所以这是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呃不仅是长沙吧 整个湖南都非常有呃代表性的一项美食这个米粉啊 然后我觉得呢 湖南刚刚说了别称三香四水嘛 啊水是湖南的一个最有特点的地方 我觉得呢 米粉呢和河流尤其是我们画这种水波浪的时候呢 那有一点点像他又是在汤里面嘛 所以考虑到这些综合特质呢 我就选择米粉作为今天创作的这样一个主题啊 你要是觉得有别的选择那也是可以的啊 我只是提供一项思路啊 具体是画什么呢 大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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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线和米粉 嗯 这个我说就说我我吞啥口水啊 这是这是这个好像米线它是用圆的吧啊 这是长沙这边的这个米粉我比较喜欢的是那种 呃不是很宽的那种扁扁的啊 那种扁扁的啊 我老家的那种是比较宽的那种啊 长得跟河粉差不多啊 这是长沙这边的话 是我给大家看一张图啊 就是这个样子的呢 你看这个样子的 就长得跟那个这个手工面差不多粗细吧 然后他是那种这种优质型的 就是他能够把那个汤汁包裹在里面 就是你在说进口中的时候啊 他的汤汁会一起啊 就包裹在你的口中 你滑进口里面的时候 他那个汤汁能够迅速的让你的这个啊 这个焦头啊和你的这个米粉 从你的嘴里面滑到你的味里面去 他就带着那一股这个焦头的鱼香 还有这个这个粉米粉的香味啊 就是在你的口中就是那种化开的感觉啊 但是这个设计非常巧妙 用U型的设计啊 我也不知道是故意的呢 还是他做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这是我觉得他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啊 然后就是啊 长沙的这个米粉呢 这个我个人觉得啊 味道呢没有 还还有些还是比较清淡的 有些还比较清淡的 就是你你如果不点那种特别辣的焦头的话 他其实他其实不是说每个都很辣啊 所以我我觉得这个我 我强烈向大家推荐啊 以后如果是有机会来长沙了啊 不妨随便找哪家粉罐啊 去尝试一下啊 长沙的米粉啊 刚刚说到米粉了啊 刚刚不要跑题了 咱们今天晚上还画画呢啊 就是米粉做为今天的一个主角啊 那不能光画一碗米粉啊 是不是那你刚刚自己说的啊 你这个是创意课 你就画完米粉那不成写生了吗 对啊 不能打自己脸啊 那我们得加点不一样的东西进去啊 这里呢 先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小方法啊 一 哎等会啊 这个一般人咱们不轻易告诉他啊 这是关于我们画画的时候的这个小诀窍之一 我们刚刚说我们画画就像写作文对不对 那你写作文那还分记牛随障和写的嗓文或者说写诗歌呢 是不是啊 那写牛随障的话 他真的就只能念字对 你说对于这个叙事能力有多少的帮助吧 好像没有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画画也是你要真的只是照抄 是不是 你的手机摄像头有那么不清晰吗 非得动手去照抄啊 所以咱们还是得有点这种 这个写作技巧啊 美其名月这个美其名月好像不是个褒义词啊 用作词了啊 就是写作技巧啊 等会自写反了 技技巧啊 字有点丑啊 就平时一看这个日记都是都是画画画 都是画日记啊 一看就没写过日记的字比较丑啊 那写作技巧咱们这个也有画画技巧啊 构图技巧 说有速写技巧啊 是什么技巧呢 你拿到一张白纸的时候让你写作文啊 你总不能说今天我谁谁谁 我来到了长沙 我吃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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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挺好啊 然后过了几分钟我又吃了什么什么什么 哎挺好 再过几分钟我去哪又吃了什么什么什么挺好 你就刚刚你刚刚我是怎么形容的对不对 我说这个粉啊它裹着汤汁啊 你喝进去的时候啊你感觉不是吃进去的 它是滑进去的 是不是就会显得生动很多啊 我是就能够感觉通过这个字眼 我能感觉到这个粉啊 它很滑啊 然后这个汤汁很粘稠啊 然后我说它会在你的口中化开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汤啊熬的很就是熬熬的时间很长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描述的时候也好 画画的时候也好 它都有技巧啊 你跟人这么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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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频扑直述的去讲 那肯定没有什么效果对不对 所以咱们画画也是啊 你要是直接造钞那就没有意思了 那我们要像他有点东西呢 咱们这里要提到第一个词就是构图啊 差点点够构图的图子就不会写了啊 构图啊 构图是什么意思呢 构图就像你写作文的这个提纲 我写作文 但是不是有个说法就是啊 就是三段论对不对啊 开头那一段是固定的啊 这个当今世界啊 物质水平的发展啊 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固定的这种啊 然后中间这一段来一个啊 社会当中的某一些现象 让我觉得什么什么什么啊 我觉得怎么怎么怎么啊 一个一个论论论证的句子啊 然后再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举例子的段子 最后来一个哎呀 我希望世界怎么怎么怎么的结尾啊 就是这种三段论或者说三段 五段吧这种啊 就是这就是我们说 我们写作文的一个这种构思的思路 那我们写这个哎对对对啊 这个凤头诸堵报尾啊 那咱们这个啊 好像这个评论区有点跑题啊 这个啊 具体是个什么价格 我就不知道了啊 那咱们上课就上课 不要吞口水啊 就是我们的是个画画呢 也是一样我们构图呢 我们分几种啊 我们今天来讲的是一种啊 我今天就不给大家延伸开讲了 后面咱们有的是 就会跟大家一个一个啊 详细的说 咱们今天先上来啊 先把画挑明了 今天教大家的是这个螺旋型的构图啊 是这种形状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画画啊 不是就是这个画面啊 它多几个层次 它最好一层两层三层 它有三层啊 就是最顶上呢 它是一层物体 中间还有一层物体啊 这三层物体之间彼此有遮挡关系啊 然后它是假设它是在一个这种类似于螺旋型的轨道当中 它是成一个上升的这种状态 所以呢 这种比较适合你去表现这种连续性的画面啊 像我们说我们去拍照 你可能要表现出一个 你去哪里玩的场景 你得拍好几张啊 或者说拍一个VCR啊 或者说拍一个小短片 那你如果你只只只只只准你拍一张图的话 那有些人可能就会拍一个那种捕捉一个动态 对不对 那么一个动态的话 它就感觉可以涵盖更多的内容 咱们这个的出发点也是一样的啊 我们通过这种堆叠的画面啊 让有些地方故意被遮挡住 哎被挡住了 人就是这样啊 你给我 你你就露出来给我看 我不想看啊 你遮遮挡挡的啊 你遮遮掩掩的 我就很感兴趣啊 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啊 就是我们挡住一部分东西 不让你全看完了啊 然后呢考虑到是一个这种 远贯型的场景 我们得有一点点这种运动感啊 这是咱们今天的这个螺旋型的构图啊 那也可以叫别的名字吧 我觉得挺好听的啊 你叫这个DNA也行啊 你叫螺旋 你叫做堂皇型也行啊 就叫 我觉得就叫堂皇型吧 我这个人刚刚上来 虽然说就叫叫 叫螺旋型挺好啊 但是我看到你们说的这个堂皇 我觉得更好啊 堂皇型 啊 堂皇型的构图啊 好 那咱们确定了构图了 对不对 构图是一个堂皇型的构图啊 堂皇型的构图啊 然后呢主体物是一 哎呀就不要再 你这你就起的这个名字一个比一个好啊 咱就定刚刚的堂皇了 对不对啊 毕竟输在了手术上面啊 对不对 下次发弹幕一定要记得啊 手术很重要啊 就是主体呢是一碗米粉啊 对不对 那光画一碗米粉的话呢 没有办法把长沙这个程式 直接表现出来 所以呢 我想要给他给大家设计一个这个构图啊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我觉得我想把下面设计一碗米粉啊 然后这个米粉呢 我刚刚说啊 我觉得米粉的这个特点啊 或者说米粉这种汤的这个特点啊 和湖南的这个地貌特征表比较相似啊 就是水网非常的发达 所以我觉得这个米粉呢让它像水一样啊 像这个水 像这个水河流一样啊 顺着这个波浪型啊 转起来啊 转起来 这个转起来呢 它就形成了上下上中下三层 对不对 这三层里面我们就可以放不一样的东西啊 就这种换奖出来的东西啊 那么最上面呢 我想放一个长沙的地标性的一个建筑啊 给他预留一个位置在在这儿吧 所以我们视觉最上端的一个中心啊 中间部分呢啊 这个属于上面啊 相当于我们这个啊 抱头凤头的部分对不对 这下面相当于是抱尾吧 中间这个猪肚的部分呢 比较丰富 我就想把长沙的一些其他的美食小吃也涵盖其中 刚刚我说选择米粉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米粉长沙的米粉 这个马子或者胶头比较多啊 可以放任何东西 所以呢 适合今天的主题 所以我可以把其他的所有东西都放上去 哎采用这么一个构图方式 他怎么个构图方式啊 那么这个方式定下来之后呢 咱们这个时候就来选择往里面放什么东西啊 首先 这个最上面的建筑位呢 我推荐的是长沙的这个长沙城区呢 他虽然不是古建啊 但是长沙城区为数不多的文化地标之一 这个天心阁啊 他他他他确实不是古建啊 可能很多年前他还能闷我啊 但是后来啊 咱们通过给咱们二期VIP的优势家上课啊 我是实际的去了解了一下这个木构建筑啊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他绝对不是古建啊 他是近代修的啊 就是建国之后修的 但是不影响啊 这是长沙人心目当中的一个文化中心啊 那么天心阁呢 我觉得推荐他有两点 第二 画个人物就不啊 人物太难了啊 太难了啊 那么第一个呢 是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啊 他作为长沙人的一个这个文化中心 他附近有一个天心公园啊 天心公园 下面有一条都政街 里面也有很多种吃东西的地方啊 这个地方呢 平时也有不少人去这个啊 散步啊 或者说吃东西什么的 再一个是我 我小的时候 我妈妈 他到长沙来工作的时候啊 开会 然后就拍了张照片 他当时拍的就是天心阁 所以我对长沙的第一印象 就是天心阁啊 就天心阁的这个公园 所以我选择了天心阁啊 然后这也是属于比较典型的这种 南方城市新修古典的一个特点啊 就是这种飞檐 比较的夸张啊 大家可能看黄河楼也这种感觉啊 黄河楼也是新修的也是新修的 所以这种南方啊 新修的古建筑 差不多都是一个风格 我觉得也比较容易代表这个啊 南方这种这种文化建筑的特色吧 然后主要我觉得主要 这是因为这个啊 这个天心阁也牵扯到了长沙的一段 一段往事吧 因为长沙其实也算是一个名化文化名存啊 他是历史上不多的 就是从建成开始 地址从来没有换过的 像很多城市包括我们的古都西安 它的地址都是有换过啊 就是它曾经的汉长安城和唐长安城 它是相距有点点距离 但是长沙因为城市小 所以它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换过地方啊 一直没换过地方 那么因为呢 当年的文系大火啊 长沙城被烧成了一片白地 所以长沙呢 也不可能会有什么古代建筑了 那么天心公园呢 里面有一口钟是记录这个文系大火的 我觉得对于长沙这个城市来说 也是算是对于他过往的一种记录吧 那么天心阁上面 比较有名的是一幅对联啊 我作为一个南方人 我念这个对联可能会比较吃力啊 但是我可以把它念出来啊 咱们评论区有北方同学可以试着念一下 天心阁上有这么一幅对联 叫做水路周周细周啊 周动周不动 天心阁隔西隔 隔飞隔不飞啊 可能我发音你也不知道我读的是啥啊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啊 这一个天心阁上比较有名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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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联啊 所以呢 组建筑呢我就推荐天心阁 然后大家如果来长沙玩的话呢 我倒是建议天心阁下面有一座简读博物馆啊 我个人觉得是大家来长沙的话 我觉得是比较啊可以去看一看的一个一个地方 那么选好建筑之后呢 中间的美食那就是啊 选择这的话就比较多了啊 像这个呃这两年比较火的这个小冬虾啊 啊这个红烧肉啊 然后啊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我可能最喜欢的长沙美食糖油巴巴啊 这个啊我喜欢这种炸的啊 啊就选这三个吧啊这个抽豆腐放在粉里面好像有点不太不太好啊 然后这个粉里面肯定得画点辣椒 所以我找了一些辣椒的素材图啊 还找了一些香料的素材图啊 好这个图片全都差不多了对不对 我们这个时候就把构图啊稍微设计一下啊 这些图片呢到时候你都可以去我们公众号去找我们去找我们的科夫老师啊 去找他去要啊 我们都会把这些我选好的素材图发给大家看啊 实际上天津阁呢当然说了它是一个现代新修的建筑啊 所以这个阁体啊 它有一个这种往外面生着的飞檐 我们在画一些建筑的时候呢 速写建筑的时候没有必要说真的把它的形画得特别特别准确啊 细节画得很准确 主要是抓住它的一个特点 这种南方后来新鲜的建筑有个特征 都喜欢放那种特别大的飞檐啊 就是这种特别夸张的飞檐 然后呢会有就是就是在这个啊 第一层的这个屋顶上面会有一个类似于一个小屋顶的 类似于一个这种假的一个歇山顶啊 放在这个前面啊 这是南方不少这种新修古建筑的一个特点 然后因为是新建的建筑 所以它并不是木结构建筑 它没有斗拱也没有这个梁架啊 它就是水泥墙面啊 所以画起来会比较简单 就是一个正方体的一个面 而这有一个门 然后这个地方呢有有这个窗户啊 这个窗户 然后它的第二层岩呢也是一样也是一样 就是这种比较夸张的一个飞檐 那我起行的时候用的是一只我在打草稿的时候用的是一只红色的探底啊 你打草稿的时候我可能这个设计图会变啊 我不一定说就按照这个思路来我可能会变化一些小的地方 所以我会选择这种就是表现的时候面比较大的这种工具啊 可能待会再去完成相稿的时候我会使用自动铅笔 再把它画的细致一些 那天津格的特征是有三层岩啊 是有三层啊 它不是三三层岩啊 它就是三三层啊 因为没有斗拱和梁架 所以画下的结构偏简单啊 在我们画过的古建筑里面偏简单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之前画的古建筑啊 之前咱们画的这种啊 咱们这这是之前咱们 我们我们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优化的学圆画的啊 这是当时带着大家一起画那个 福州的这个华林寺啊 这是这个包这是我们 同学他们课外的一些作业啊 这个华林寺 它就是属于 南方为数不多的这个五代时期啊 现在说是 宋代的这个木构建筑 所以斗拱呢 保持了这种唐宋木构的一个特点 斗拱很大啊 画起来画这种斗拱 就细节非常多 那比起我们今天画的这个的话 就要难很多啊 所以其实但是这种斗拱的话 大家也看到了 不可能说把它每一个 每一个这个这个耍头啊 或者每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斗 副斗多分多画出来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都会用这种简洁的方法 把它的大致的轮廓概括出来 所以你在书写这种类似的课程 完成的时候 肯定会有一定的概括能力啊 这个是需要你在练习过程当中 一步一步去提炼出来的 所以我们说画画作为一个手艺活啊 它肯定还是离不开训练的量啊 所以这个的话 我们今天这个建筑 天性格就可以用非常简单的几合体来概括啊 那么主体建筑订好之后呢 用米粉把它包裹起来 可以像这个波浪一样来上几层 借鉴这个国画当中水文的一种表现方式 或者说服饰会吧 它会有这种这种类似的这种表现方法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没有见过这种 可能在现在一些这种 服饰会风格的这种文化上面可能看会比较多啊 这种这种水文对不对 我觉得这种呢 可能和米粉之间的特点和米粉的特点啊 会比较类似啊 那么让米粉缠住这个物体 第一个呢是楼和碗之间它上下有一定的间隔 需要有一个物体把画面粘动起来 那么作为这个米粉呢 我们进行一个夸张的处理之后呢 让它有意识无意识的缠住或者包裹住整个隔体 你可以换成面条啊 也可以换成是别的物体 或者说粉丝都行啊 你也可以把天津阁换成是你家乡的某一座摩天大楼啊 或者是你家乡的某某一处树都行啊 我只是说提供一个思路啊 我们平时的这个教学里面也是 我们提供的更多的是思路和方法啊 具体的教你怎么画好一幅画 这个可能不是我们的一个初衷啊 然后在这个米粉上面呢 可以有这个啊 这个是收到了那幅对面对不对啊 汉默是北方人 应该读起来发言比我准很多啊 那么在这个上面就可以把我们的食材放上去啊 可能 这个 这个c位位置啊 咱们就留给小龙虾吧啊 小龙虾呢 这是头比较大啊 我之前一直以为小龙虾跟鸡鬼虾长得一样 我今天一看那个图不对啊 对 他那个头好我大一头啊 啊 这头占了 头占了身体的三分之二啊 我原本以为就是头在这儿啊 我开始第一遍自己画的时候把头画在这儿 而后面找了图一看之后啊 啊 没画对啊 把这个参考图放旁边放放小一点点吧 就是我对小龙虾结构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就没法直接直接脱稿画啊 还是得拿个图稍微做个仓库 所以我怕待会儿画出来不像啊 就画一鸡尾虾啊 非说人家是小龙虾啊 小龙虾不干啊 鸡尾虾更不干啊 小龙虾这个钳子这给他夹个算吧 啊 有一须啊 有一个须须啊 然后再来个什么呢 红烧肉啊 我我平时去去街上吃东西频率不高啊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 一新进的美食啊 我这都是这种 恨不得上个世纪啊 就是印象当中的长沙 呃特色小吃啊 红烧肉不能算小吃吧啊 红烧肉就比较好画了对不对啊 就是上面一层肉皮啊 中间一层啊 就是这种 用肥夹手啊 肥夹瘦的那种啊 然后再加上什么呢 这个画点葱姜蒜啊 画点这个葱啊 辣椒哎 对 长沙小吃啊 这个东西不画 好像显得画的是别的城市似的啊 我个人觉得长沙的辣椒还是挺辣的啊 这是但仅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啊 我得画点小米椒 因为这个辣椒我对他的印象太深刻了 我很多年前第一次来长沙的时候 我忘记是在哪一家就是一个 连锁啊 这个这个这个面馆啊 吃了一碗这个面上面就有这种小米椒 我当时没太注意啊 啊 当天晚上我辣的胃疼啊 就是这个辣椒我印象深刻啊 所以今天必须得给他 得给安排个地位啊 画点这个姜片 八角 还有啥还有香叶是不是啊 你们你们老家的粉里头会放香叶吗 啊 放点香叶 那是不是还得有点桂皮啊 我看咱们之前的那个麻辣烫火锅画画过啊 还去暂时画这些样吧 然后再飘一两个糖油粑粑啊 这是我的一点私心啊 啊 粉里头呢可以来点汤啊 对不对 把它给拖住 然后碗上面呢 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细节啊 大家如果能看到 到时候别人如果能看到的话 还觉得哎 可以啊 看不到也无所谓啊 画一朵花吧啊 这个晚上画个花画个什么呢 1917 画こんな块 画画做芙芦花啊 啊 青菜啊 藏上的粉底都好像不放这个东西啊 好像是不放的吧 我吃的不多啊 反正我吃到的是它是没放 好 我这是给大家设计的一板 然后呢 我其实上来之前呢 我想把它画的精细一些 我自己呢 我没忍住 我在下面 我也画了一个 画了一个自动铅笔版的 这简单很多啊 简单很多 就只有这个龙虾 这个红烧肉 还有这个 还我还画了个鸭脖 可以可以可以 还画了个鸭脖 这是一个精细版本的 也可以大家示范一下 就是自动铅笔的话 我明白是怎么样去 去弃行啊 如果你在确定了 它的一个原稿之后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心目当中 已经有了稿子了吗 拿出我们的自动铅笔来啊 好像有点过于抠了啊 我就画反面 我都看不到自己刚刚画的是什么 这是正线笔的话 你在已经确定了 它的一个形形状之后呢 我觉得这样还不是特别的丰富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待会儿有可能 我如果要上点颜色的话 我如果平涂颜色 给大家看一下 最前五涂颜色的一个一个一个情况啊 就我涂颜色的时候 我会在它的这个周围 会给它来一个背景啊 来一个很小的背景 让它的颜色有一个往前面拖种感觉啊 就是你看这些这个平化的白色的东西 就是很早之前画的 就是你如果有一个颜色层次 在后面压一下的话 它会显得这个物体和前后能拉开一定的距离 所以我我就觉得啊 就是在后面要加一个背景的话 可能整体的一个画面效果会好一些啊 所以呢 我就是想找一个这种比较容易控制的背景 所以就画一个圆吧 之前我也是给大家在这个公开课群里面发了两只 我画的狗啊 画的这个狗就是画了两个圆 就是画这个背景的时候 就直接涂了两个圆啊 这个比较容易 因为圆里比较好控制啊 因为它圆呢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让一些物体 它可能稍微出来一点点 或者说进来一点点啊 会有那种打破边线的感觉 前面其实给大家画那个膝胶地的时候 也是画的一个圆 那么考虑到我们这一期作为一个平面插画课程啊 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基础训练 那么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圆规啊 圆规还送圆笔刀呢啊 圆规画员那就很容易了是不是啊 圆画好啊 为什么要用这种圆规呢 我解释一下啊 就待会儿画完圆之后呢 我把这个铅笔换成我的真短笔 手指有点短啊 接不过来 然后完了你擦了之后呢 在上面涂什么东西的话呢 它都不会受什么太多的影响啊 呀来的比较晚啊 今晚画的是一个关于长沙主题的一个小吃啊 小小吃啊 创意 小插画啊 不是临摹什么东西啊 要是来的比较晚的艺术家呢 到时候我们的录播也出来的会比较快啊 也是找到我们刚刚的公众号的话呢 去找这个录播会比较方便一些啊 待会儿我再告诉你怎么去找那个啊 咱现在先把刚刚给大家讲的那个东西 我把这个坑仙填上啊 把这个圆啊 我本来不应该先把这个圆给画死的 刚刚不是展示圆规怎么用啊 你直接给画死了啊 然后这个碗呢就放圆外面了 就好像是这个一轮从江上升起的月亮啊太阳啊 这个碗 我这只是提供一个思路啊 你要觉得 啊 其实这个你们自己去二次加工啊 难度都不大 是不是 碗你可以换成一个砂锅啊 换成个不锈钢盆啊 或者说换成一个 烧烤架 都是可以的 只是思路告诉你是这个样子了 粉啊 然后刚刚的那个 阁楼啊 你这时候你就细点画呗 待会都要勾线了啊 稍微把些小细节啊 画明白一点点啊 他这个就是第一层屋檐有点麻烦啊 有这么一个假的这么一个 他有个牌子啊 可能写的是天心隔三个字吧 好 然后这个 定好行了之后 你可以把一些小细节 这种先比细啊 可以把一些小细节都画的丰富一些 甚至他这个瓦呀啊 这种古建筑的瓦 他都是这种平行的下来的 这种平行下来的这种网啊 排点这种线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粉丝的这种细节啊 你拿来自动链笔的时候比较细了 就画的丰富一些啊 这个龙虾 龙虾的话呢 哎 我我我龙虾呢 这个龙虾你也可以我画画大点啊 这个龙虾啊 你画的时候 龙虾有一个圆圆的眼睛啊 一般煮熟了之后是看不到眼球的啊 这个眼睛前面有一个像这种 一个尖尖的东西啊 上面带带着锯齿啊 这个地方是他的胡须 然后有一大脑袋啊 他脑袋分三节啊 分那么多节干嘛人家不吃是不是啊 这个地方有一个大一点的脑袋 两节啊 说错了 分两个节 这种盘起来的腿啊 好像是三对啊 然后他这个爪子我没有想到啊 我以为他这个爪子是比较嚣张的那种啊 是这样竖着的啊 就没想到他是这样啊 是这种捉衣状的啊 属实让我觉得有点惊讶啊 我觉得他怎么着他也得张扬一下啊 就没想到他是这种捉衣状 他还挺礼貌啊 这他是这个就脚啊 这个龙虾啊 给细的画的画 还有这个虚啊 还有虚啊 你这细画的话 龙虾这个细节 那红烧肉就比较简单了 上面一层肉皮 中间呢 你画点这种啊 五花三层的那种感觉 这是一个从上面逐渐变变小的这么一个形状 就我平时每次看到五花的时候我就比较的 我有一点点疑惑啊 就我平时我吃五花肉 我只是下面这一坨啊 就瘦瘦肉的部分 然后他一般都做成这种上面宽下面小 我就很我就我就很 就哎 我就只是下面这么一小坨啊 上面这么一大坨 你就搞一大坨 就是这个龙虾 我也是一个感觉啊 就平时我龙虾吃的很少 我就不是很理解 就是在后面这一块能吃的部分太少了 就跟我吃五花肉是一个感觉啊 就我只吃上面这一坨瘦的部分啊 这上面占的这个控制的量太多了啊 然后这个糖油粑粑呢是一个椭圆形 而中间凹下去 上面有种小疙瘩啊 我得给他看一下图 你看哎呀这个 就是他 他是那种糯米的那种感觉 他砸酥脆了以后啊 他那个表皮是焦黄的 就你你一咬的时候 他就是磕滋一下啊 就感觉那个表皮啊 有那么一点点牙齿磕碰的时候 有一点点那种碎碎的感觉 但是呢他是这种糯米的 他不会真的碎啊 他是那种黏在一起的 你咬开了之后呢 他裹的那个糖浆啊 就迅速和油脂混合在一起 因为这个糯米他是很粘性的啊 他就把这个糖汁裹得很好 你咬的时候呢 他一般不会把它直接撕的撕掉 他不是那种啊就是饼干一样的 他一般就是那种啊 有点拉丝的感觉 所以那个糖汁啊 他就会一直裹着那个糯米 就是那种就是跟吃糖浆一样啊 然后他那个糯米啊 有一种米香啊 你嚼的时候啊 非常的这个口腔里面啊 非常的舒服 所以这个糖油粑粑啊 他这个特点啊 就是中间他会凹陷的比较的深 表皮是那种有点点胶的那种感觉啊 所以这个中间呢 他因为砸酥脆了嘛 他会有点往下面深陷啊 比较厚比较厚 大致表现一下吧 我我画不出他的那种 那种这种美食的感觉啊 但是现在吃的比较多的是那种就是湿的啊 就他是他是和那个汤在一起的 他不是那种炸的很很很很很酥的那种 差不多这个形状把中间他凹陷进去 就他那个表皮有那种皱皱巴巴的那种感觉啊 好啊这个线稿呢就是我先让咱们的这个老师帮忙拍个照啊 把这几步都拍个照啊 云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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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拍一下 等一下 那张你拍过这个 就是拍下这个吧 这个 一个 好那那云朵老师拍照的时候呢 我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吧啊 刚刚一直在聊吃的啊 也没有聊个正题啊 咱这个时候来 聊聊问题啊 好刚刚这个我们用的马克笔啊 用的马克笔我其实是有做一张色卡的 我有做张色卡 用平时取用马克笔的话呢 你如果是自己去去盲选笔的话 他有可能啊 有可能他这个笔盖上面的颜色和你画出来的颜色他不一样啊 所以制作一张色卡的话可能对的更加准确一些啊 你比如说像这个拿玻璃黄啊 我们印象中拿玻璃黄可能是能比较浅的 但是你没想到啊 你就没想到他画出来的颜色这么深是不是 所以有一个色卡的话 他可能 你自己选选笔的时候更加方便一些 那这个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公众号去找 哎我的那个本子被拿走了啊 那我就只能 先画一张 就是刚刚那个绿色的啊 物画公众号啊 你看我在这个画上面去去图颜色 他称不到下面这张纸上面啊 这个纸他的一个 这个对于马克笔的一个吸水能力还是挺好的 图一个logo出来啊 啊 啊没事哎正好这也啊 正好这也回来了啊 他平时找出来图 或者说找我们的这个 你看刚刚我图的这个部分 他是没有称过来的 包括背面他都没有特别重的那个颜色 平时大家如果找这个摔图 或者说找我们的一个 课程信息的话 就可以去搜索一下某种号 啊 我看一下啊 刚刚这个大家一直去聊吃的了 刚刚有问题出来了 这个构图是怎么学的啊 这个啊 构图呢 刚刚我们跟大家讲的是 我今天说上来的时候 是直接说我们用这个螺旋形 或螺旋形的构图啊 刚刚没有说我们啊 总共有多少种啊 我们这种排线构图的方法的话 其实有蛮多种的啊 这个我们可能光靠一节公开课 没有那么容易给大家讲清楚 那么这个还是得靠一个这种啊 我们得得得靠一个这种学习方法去完成 那旧的一些图给大家说一下吧 我这么我这么空口说 可能你们也没什么印象啊 首先我们的这个啊 我们整个这个绘画的方法呢 我们给他起名叫做图形创意与手绘啊 图形创意与手绘啊 图形与手绘啊 我们是以这个图形本身为入手啊 结合我们简单的这种色彩构成啊 或者说这个平面构成 可能有一些这个接触过艺术教育的 艺术家可能知道这些词 对不对 都是很简单的一些平面上面 关于线条的利用啊 用这些作为表现手法啊 我再给你讲一些这个构图的时候 你好理解一些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刚刚讲作文对不对 那么讲作文的话 我直接告诉你说这个抱头 诸读 这个凤凤头诸读报尾 你可能听着会比较懵啊 你觉得说的都是什么 对不对 能不能说点听得懂的话啊 听得懂的话就是会怎么告诉你的 会告诉你哎 就是你写作文的时候第一段呢 要写的哎 速度快一点啊 不能耽误时间 然后呢 要能够让别人啊 不放心的作文啊 要要能够通顺一点 所以你这么说 就知道你的意思是让我第一段 放一些这种格式句对不对啊 哎刚刚说个什么凤头啊 我想半天啊 然后中间这个诸读呢 我告诉你们说 其实就是让你多啊 用这种啊举例或者反举例的这种方法 抽字数啊 可能这个话说的比较难听 但是你就明白我 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就是说 我们要让你真的理解我们构图的话 我直接上来说一些这种啊 听着啊 听着好像挺挺专业的词 其实对你没太大帮助 我上来就跟你说 我们今天这个构图啊 用的是这个斐波拉切啊 螺旋线 这些斐波拉切是谁我都不知道 你跟我说这个 我除了觉得你这个课程好像 这个英文名字整的有点可以之外 我其他的没什么太大感受 所以因为这个时候你的理解层次到不了那个那个地步 我们说话争取让大家听懂 所以呢 上来我们直接第一阶段的时候 我们安排的话 我们会分四个阶段一步一步 循序渐进的来 那么第一个阶段的话 我们会从这个最简单的啊 怎么样去 我们可以说从格式开始训练吧 从最开始的这个欣赏别人的图片啊 去总结 比如说好的一些作品的话 他是能够从前人当中获取经验的 我们会通过别人的作品去看一看 画的好的这些插画也好 一些平面的装饰化也好 他有什么样的共通性啊 那么这些特点的总结 对于我们自己去学习来说 那肯定是比你自己摸索 或者说自己去总结要好很多的 所以学习方法的第一个体现就在于 从欣赏开始啊 从借鉴开始 这不是一个抄袭啊 借鉴欣赏 对于我们整个课程体系建立的一个重要性 有了这样一个我们的意识统一之后呢 我们再告诉你我们常用的构图模式 我为什么把这个模式放在欣赏后面呢 我如果没有告诉你好的标准是什么 你凭什么相信我告诉你的这个构图 它就是可以帮助你的画面提升质量的呢 所以这个顺序它就不能乱啊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科学的一个学习体系那么重要呢 你看似很简单的两步排序吧 它要是掉了顺序之后 可能效果就不一样啊 我如果先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样去排版 你可能会觉得我很傲慢啊 我凭什么跟着你来来 但是如果我先告诉你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好看的 然后我再告诉你 我们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排版方法 你就会知道我认可这种方法 因为我们此时在美学上面 我们是达成了默契的 所以这个时候再告诉你训练 你就会知道 我应该这样训练 它是可行的 它是科学的 我不会有这种抵触心理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开始 一定要给大家做的一个不可少的工作 那么第二阶段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对于基础的绘画技法有一定的普及 作为一个以创意为代表的课程 我们也强调了我们的教学方法 是从借鉴再到训练 它是有一个欣赏和练习 这种两元的这么一个学习方法 所以我们必须啊 从一些经典的案例先开始入手 那么作为我们这一课平面艺术的话呢 我们当推我们的这个开山祖师爷 工艺美术大师威廉莫里斯 所以我们从他的红沽作品开始 从他最具代表性的花草文样图示开始啊 我拿几个这个包装袋 你们就知道这个图片有多么的出名啊 前面说之前可能大家看一些音剧的时候 可能会看到一些这种非常有名的这个墙纸壁画 那么这是邱希老师他的一个学员 给他寄的一盒英国的茶叶 这个上面的这个包装盒呢 就是直接采用了莫里斯的 当年在绿屋上面用的这个墙纸啊 这一套花纹设计在当年的欧洲 包括现在的平面印刷界非常的流行 大家应该在其他场合看到过这种类似的图案 对不对 你如果对这个图案有一点点印象的可以敲一个1啊 如果没有印象的话呢 那就更需要跟着我啊 多了解一些这些平面艺术史上的这些大师他们的一些经典作品啊 就这些可能你看到的场景不是包装盒 可能是浴室的这个瓷砖啊 也有可能是这个浴室的这个啊 这个玻璃上面的一些贴纸啊 反正这种连续性的这种间断的花纹是很常见的 也是现在的一些这种装饰课程上面 运用比较多的 所以我们不如从最近年的开始来看一看 当年的这个莫里斯他设计的这些图案 有什么样子可以去我们能够借鉴出来 能够提炼出来的学习方法啊 所以我们从这个工艺美术运动开始啊 然后到安特卫普啊指的是新艺术运动啊 这也是对于整个我们现在的平面艺术影响非常深远的 那么新艺术运动就诞生了 从安特卫普走出之后呢 诞生了几个可能大家听着会比较熟悉的画家 那第一个呢是奥地利画家这个克尼姆特 他画过一个用黄金做画的一个叫做稳的画 然后还有这个捷克的画家穆夏啊 大家平时可能有些喜欢这种塔罗牌的 可能见过这种穆夏风格的这个插画 这两位都是新艺术运动当中的代表性人物 所以这些当年的艺术运动当中 他所产生的一些装饰绘画当中 有着很多你可能不知道的啊 他们的一些设计的思路在里面 包括我们上课的时候也会说 莫里斯当初为什么要去进行这个工艺美术运动啊 有些时候呢画画艺术本身包含的是 他背后的一些文化在里面 你可以不讲 但是讲了之后对于你的训练肯定是有帮助的 那么从这一课后面开始 我们就会把提炼出来的方法 对大家进行一个系统的训练 就包括这个四方连续图案和这个中心连续图案 这个到时候上课的时候有了前面的图件之后 你就知道这个图案它是怎么样去运行的 然后最后我们会来一个色彩练习 那就通过简单的一个颜色层次来完成我们的训练 然后在这个阅段之后的话 我们才可以去推进到正常的我们的一个进物部分 包括日常的闹钟啊 包括一些盆栽啊 包括一些这种简单的盆栽二次创作 那么这些都是得在一定的前提下去完成 那么最后阅段的话 我们会来一个这种提升性的部分 那就是关于动作 或者说关于这种互动性 就像我们今天画的这个米粉 就是比较典型的 我们在画这个米粉的时候 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就是平平凸上去 但是我如果要让我的画面 更加的有立体程度的话 包括我很早之前画的一些画作啊 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需要有一些动作性在里面 包括你像这个猫咪啊 猫咪我可能去画它的这个啊 一个镜子的表情 它可能不会特别特别的 特别特别的抓你吸引你的眼球 如果你画出一个它这种在叫啊 或者说在张嘴巴 或者说在眨眼的动作 它会有那种动作捕捉的感觉 所以这个这个可能对于我们后面啊 在有了一定的这种平面练习的艺术之上的时候 可以去进行这种练习 那么我们平时也去画一些这种非常简单的 这种啊这种旋转型的 或者说这种圆形的单色的这种这种啊花纹 这些其实都很简单啊 只是黑白底稿上面用了一个很淡的底色而已 没有没有过多的上色啊 没有过多的上色 然后包括这是之前一些这种 一些这个建筑和一些动物的绘画啊 这个其实颜色也上的很浅上的很浅 然后像有一些这种创意绘画的话 当然我们这一期展示还不会涉及到人物啊 后面可能会慢慢的放入到一些人物的部分啊 因为人物还要涉及到一个基础的结构 或者解剖学的认知 我们这一期是没有这个前提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干这种超过目前学习进度的事情 但是这原理是一样 就我可能去要创作一个场景 比如说我想象一个苏丹的场景的话 我可能会去想象它的这个浴室啊 或者宫殿啊或者它的卫队啊 会把这些场景把它混合在一起 虽然我没有画背景 但是会让它整个画面当中 因为有很多物体存在 它可能会有一点点这种延续性 那么这个呢一方面会涉及到构图的这种相关技法 第二个呢也会涉及到一些表情控制啊 这些相关的技法 但这些技法呢 它肯定是必须要在你有一定的平面表达基础之上 再去完成啊 那么平面练习的话呢就是会有 这是我们封面的那一对白弦啊 那么我如果是画一个这种平面的白弦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是两只打斗的话 它就会有一定的这种画面感 那么这些技法呢 都是在我们有了一定的这种平面练习之后啊 再去练习它效果才会更好 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之前画的一些东西啊 好啊这个就回答一个问题啊 聊了有点多啊 聊了有点多啊 回到我们的这个示范当中来啊 那我们目前的话呢是采用了 二十二十节课二十节课 就总共这一期完成的话是二十节课 我们平时上课的话是一周两节算一下 数学成绩好的可以帮我算一算啊 就是两节 一周两节的话差不多是三个月不到吧 就三个月不到的时间 其实你想一下三个月不到的时间的话 学习一门技巧啊 你如果是方法不对的话 其实是很痛苦的 所以说我们首先第一个啊 要对自己的这个学习时间有一个认识 就三个月它其实是比较短对不对 但像我们平时的话 我们我们在教学的时候考虑到这点的话 我们其实是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个录播上面 比如说我们今天 刚刚我们不是让大家找这个公众号吗 其实你直播去看一个问题的时候 可能两个小时 我只记得你当时说的一些东西 可能时间一长我就忘记了 这个时候录播视频 其实是对你茶漏补缺最大的一个帮助的地方 然后一对一的作业指导才能够实际帮你解决 你在看视频两遍之后还解决不了问题 这个就是你真正这节课最大的问题了 所以这一些的话 我们看似是两个月的时间 其实我们通过科学的分析 这两个月不到三个月不到两个多月的时间 其实光靠直播 其实效果并不显著 所以我们才会说在这个直播之外 还找这么多人力物理来进行这种啊 作业方面的这样一个指导 所以其实就是看到了整个学习的时候 我们知道学习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不再直播啊 在你的作业完成 所以这个啊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强调的 如果你真的是开始学习的话 千万不要紧紧抱这种侥幸心理 就觉得我就看直播 我就能够我天赋异禀 我就能够看懂很多啊 我就足够了 这个画画前面讲的 这个手一会儿 你不动手呢 就绝对不可能了 那么动手就会涉及到一些疑难杂症 所以这个时候啊 作业其实才是你进步最大的一个帮助啊 为什么说让大家画本质上呢 其实这种对照的东西啊 你看我这个本质是六年前的 隔了六年之后 你才知道以前啊 原来我画人这么喜欢抠眼线啊 对不对 像我说哎 我画这种这种背景的时候 那么喜欢乱图这种黑背景啊 你原来发现自己画画上东西 一些坏习惯 是六年前就有啊 可能之前一对比啊 会发现啊 现在可能慢慢的会会意识到这些东西不好了 好 我们 讲完这个啊 还是要回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当中来啊 好 我找到当初的那一张铅笔稿 好 要上马克比之前呢 我得先保证我的这个线稿 不会被 我要保证我这个线稿啊 不会被马克比给盖住 如果是铅笔的话 它是很容易被马克比盖住的 找张图给你们 看一下啊 如果是铅笔的话啊 画的是铅笔画在上面的话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马克比盖完之后它擦不掉 下面有印子对不对 然后拿这个橡皮泥的话 它其实擦不掉 它印子一直会在这 所以呢 你这个啊 如果是要用马克比的话 如果你画完之后 想要把马克比把它画得更加精致一些的话 你还是要先勾一点点线啊 这里的话呢 我觉得如果大家不是很熟一点的话 可以先从 细一点点的01 或者说005太细了 005太一了 005可以用于待会儿一些小细节的处理 你要是熟练的话 我就直接上05啊 快一些 那我就从01开始吧 兼顾到更多人啊 好那先从底下开始啊 因为怕待会儿手上有汗啊 给给给糊掉了 因为我这个人还有个习惯 我一般第一笔 下笔的地方我比较容易 把那个线条画的比较拖 所以我先找个不是很重要的地方啊 哦对先得把这个圆啊 圆最后画 这个碗嘛 它就可以 你看就是可以不用那么圆啊 主要是我没画圆啊 但是它可以不用那么圆啊 所以缝管里面的碗 它都是这种就是 可可绊绊比较多的啊 说明生意好 那边你碗跟新的似的 说明生意不咋地啊 我们得尽可能的接近事实的真相啊 这个碗的这个边缘啊 也磕碰多一点点啊 说明洗的次数多啊 这个碗呢多点缺吧啊 哎呀 但是画完之后我就觉得怎么说呢 感觉这碗粉是讨来的啊 就是不是买来的是讨来的 对我们这个正儿八经零基础啊 因为我们为什么不放人啊 就是因为人的话呢 他还是要讲一些结构啊 这个你要是一点结构都没有的话 我们还是我们还 我们不是说真的就是真的想 就是说只是你要来学习就行啊 我们还得考虑能不能把你交好啊 就是只有二十节课 我们不讲结构不讲解剖的话 要画人这肯定是肯定是难度特别大的 也考虑到大家平时都是兴趣爱好 没必要把大家搞的那么累 对不对 就是如果真的是人物的话 我们还是建议有一个基础学习之后啊 再去进行一个人物 所以我们这一期的话 其实对于基础是真的没什么要求 因为我们画的都是一些偏平面的 当然也来看啊 都是一些这种小花纹啊 最多画个小小鸟啊 小狗什么的啊 人物的话就是画了这种啊 就是画这种啊 一个猫头一个狗头啊 然后画一点小花纹 你看你这杀这个画问的就 你们就就就就那个什么了吧 是不是 你不是说那种老涛 他就喜欢吃那种苍蝇馆子吗 啊 苍蝇馆子才那个碗 他就是这种破破烂烂的啊 但是但是好像这个缺有点太多了啊 就真的有一种这个对晚粉丝讨来的啊 百家粉啊 边缘可以有点小线啊 表示这个厚度 你看我还在这钻纸对不对 那真要不是零基础的话 谁能让你钻纸啊 呀 呀哎呀啊 对 这个是这个什么什么数学里面这叫什么叫黄金分割啊 就是其实就是没话 其实就是没话的正中央来啊 就是黄金分割不是说不话正中央吗 0.618啊 0.618 不要问问就是黄金分割 嗯 碗底的来来来点右啊 我说这个碗搞不好是文物啊 你还真别小看了啊 那文物碗装的那吃的都是文化呀 你吃的是碗粉吗 你吃的是长沙城千年的风风雨雨啊 这个碗上面呢 这个花纹是设计的一个芙蓉花 芙蓉花啊 我花我平时芙蓉花画的很少啊 画出来不像芙蓉花呢 大家凑合看啊 这个花毕竟只是属于亮点部分啊 不是主体 嗯 杨蓉花啊 然后再来一个 这个这个什么这个这个光圈啊 再再来一个皇冠就是哎不不不不不 就网网上的啊 啊 啊这花文啊 这是刚刚的那个公众号啊 公众号啊 我那手写公众号呢 找一个这个这个哎呦 画返了啊 这是这个公众号啊 你看这生动的步骤 是不是 点开这个微信啊 搜索 约华教育啊 添加公众号 点击三道三个点啊 有一个专属客服 关于什么 这个笔记本啊 不是不是 关于关于这个数学本啊 怎么选呢 这个这个马克笔怎么选呢 他都有他独特的一套啊 咱们这位助理老师选工具很有一套啊 这 碗画完了啊 碗给他画个厚度吧 免得让人家说闲话 说这家管子这个碗薄 就碗都成这样的 还怕人家说闲话啊 然后这个粉汤啊 它有点那种 就挂在那个碗壁上面啊 汤汁浓稠的那种感觉 它有点那种挂壁的效果啊 浓稠那种汤汁有那种挂壁的感觉啊 我刚刚那个对联再来一遍就没东北味了啊 那个对联什么来着 这个啊 水水路周周系周周动周不动 天心格格西格格飞格不飞啊 你看这是不是瞬间就回湖南了啊 我们快了啊 我们八月十十五号 差不多可能八月十八月十十九号的时候啊 是杨丽啊 不是那个这个吃月饼的那个是八月十五号啊 就是十九号啊 就是还穿短裤的时候 啊 那个吃月饼的那时候估计都已经穿长裤了啊 这没多长时间了啊 一想啊 穿短裤的日子不长了啊 你想想等到你穿上长裤的时候就来不及了啊 粉 因为刚刚有线稿 所以这个时候咱画的时候可以稍微从容一点点啊 这个粉啊 我得画像一点啊 但是你这画的 难就拉面啊 这个粉中间这个优质型的部分我得画出来 包裹他们制的那个设计 就排一点点小线条 然后中间有这种 悠 哎呦 又咽口水啊 悠自行的这种感觉 我放弃了啊 这个粉吧 越有化越像大肠啊 这是煮的碗肥肠似的 待会上颜色的他就像粉了 因为我这设计的有种小小的葱段啊 小葱花呀 小的辣椒圈啊 这些啊 不行我得喝口可乐先啊 老老咽口水 好 些啊 好 我再厚点一张 我们就给大家看看 的话 有一种 这是有这个家乡特产是土豆粉的 我这已经给你提供模板了 稍微待会儿换个汤头 那就是土豆土豆粉 这边呢可以来一点点这种小排线 很简单的小排线 就可以不用勾这种很明显的形了 把下面这坨我最喜欢吃的瘦肉部分画出来 先就是用这种平行的排线 也不是什么调子 就是平行的排线 这里再画一层瘦肉 这个五花肉还是比较形象 肉皮会收缩 待会儿再收缩 我用马克笔帮他收缩 这个粉丝之间 他这有点这种穿插关系 我发现了 他才能够有这种粉丝的 这个米粉的感觉 哎呀小龙虾啊 小龙虾这个钳子上有这种小的刺啊 可能是防止别人吃他设计的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啊 就这点刺啊 远远不足以抵挡 别人吃他的那颗心啊 就是小龙虾害他还挺谦虚 他是那种坐一的形状啊 您辛苦了啊 您吃龙虾辛苦了啊 谢谢大家 小龙虾的腿啊 这种拱着的 我这时候问一个科普型的问题啊 啊是吗 这个魔法流利啊 你在班上不叫这个名吧 怎么在B站还换个马甲呢 小虾腿啊 他的这个龙虾壳啊 龙虾壳啊 就这种一半一半的 整点小投影 让他有那种一层压一层的感觉 啊 龙虾的这个虚还画不画画吧 还挺形象啊 继续啊 这个粉丝 我刚刚说我要问一个科普型的问题啊 你们平时吃小龙虾吃虾头吗 吃的话啊 敲个一啊 不吃的话啊 不吃的话 啊 啊对啊 这个 这个素描班要那个QQ的话 你可以 你可以直接直接找我啊 你这穿着马甲 我不知道是谁啊 穿着马甲不知道是谁 不吃的话 敲二啊 我敲个二啊 我不吃啊 不是 当时说吃敲一 还是不吃不吃敲二啊 吃敲一啊 不吃敲二 对啊 你这热关热开面的话 你就把这个天心格换成黄鹤楼 对不对 我这构图都帮你构思好了啊 我给你提供几个模板啊 如果是南京的艺术家 这个就换成鸭血粉丝汤啊 上面就可以换成这个 这个 明明明城墙啊 或者换成这个 换换成啥呢 说怎么样 好像也也也行吧 就是我 因为我也不是本地人 我也不知道那有有啥啊 就换成明城墙吧 你要是这个 咱们西安的朋友 是不是 你就可以换成一碗 这个油泼面 是不是 上面那可以放的建筑就多了啊 那你可能画一张画不够啊 那你要是这个北京的艺术家 你可以画这个啊 画那个呃这个炸酱面啊 上面可以放故宫啊 你要是这个德州的艺术家啊 你可以放这个爬机啊 你可以下面放个这个 碗啊 放个这个不锈钢盆啊 放这个炸鸡啊 啪啪啪爬鸡啊 那炸鸡是另外一个德州啊 也放个爬鸡啊 还有哪 太多了啊 就每个地方都有这个特色小吃 是不是 你还可以放这个 烤羊肉串啊 放这个什么 烤悬羊啊 这个文昌鸡 潮汕牛肉火锅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海南鸡饭啊 椰子鸡 还可以放双皮奶啊 还可以放姜状奶啊 还可以放这个 避风肠炒螃蟹啊 还可以放这个深井烤鹅啊 就是东北的艺术家 就可以放这个啊 放一锅 这个可以放锅包肉啊 这是我对东北 我对东北美食最深刻的印象 可以放锅包肉啊 可以可以可以放锅包肉啊 成都 成都 成都小吃 这不太多了吗 是不是啊 这火锅不适合放的 火锅不适合放 这什么 成都 小吃 挺多的吧 闻一下最深刻的 红糖瓷吧 啊 你说你这举了什么例子 你回忆成都小吃 你举一红糖瓷吧 这个粉来得有点厚度啊 有点厚度啊 不然增成土豆粉了 这儿画一块牛肉啊 这是我的一点点私心啊 我老家的粉上面只有一个焦头就是牛肉啊 所以放一块牛肉 这个地方就可以画这种优质型的了 你看这个把这个优质型画出来啊 这个优质型啊 这个设计一下子就可以在这展现出来 这儿我还画了个鸭脯啊 当时为啥画鸭脯啊 小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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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粉啊 给它画画全 小辣椒 把这个阁楼的地方先留出来啊 别待会给误伤了 辣椒下面呢 搞一点点这种小的排线 表示我们的小阴影 这鸭鸭脖啊毕竟可能属于吃少的啊 就是不是很了解啊 这不是这个形状吗 中间是骨头外面包一圈肉 待会上点颜色再看看啊 真的不是这个形状吗 这地方同样啊 把这种U字型的 这种粉的U字型的地方画出来 以加强它米粉的特点 再把这个楼包起来啊 这包起来 画这个楼房了啊 这个小的这个啊 它这个不是吃稳了啊 这个稳奏呢 画的含糊一点点 表示它一个抽象的形状在这就行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之前啊 我们这些艺术家们他们画的房子啊 这个部分是是是概括的画的 那屋极旁边呢 会有一层这个瓦片啊 然后这个 灰烟 它这是按照一个歇山顶的房子修的啊 这小的花纹呢 这么多小的那种琉璃瓦上面的小花纹 咱就不画了 点几个点啊 点几个点啊 尤其是沙啊 我都帮你解决的太 我把这个租楼的问题可能都帮你解决了 我刚上课之前我还跟跟跟跟我们有个老师开玩笑 我说这个就是黄河楼和这个天心格重修的时候 估计找的是一个设计师啊 设计的差不多啊 把这个屋檐帽盖上的这种感觉画出来 然后这个房屋的这个瓦片啊 你就抽象鸟化啊 直接把这个那种排线去表示 这有个小灯笼啊 小灯笼啊 画一个小长方弦 上面有一个牌子 估计写的是天心格吧 这么小我也写不了字 弄一点点小投影啊 表示我这房子它是立体的 不信是被业不揭去án 就是把这房子拍下来 。 被 第二层的就稍微要就简简单点画了啊 主要的部分我们放在第一层去表示它的这个特点第二层简单点就画 这一步呢你要实在是怕画像画不直啊 你可以在画现稿的时候拿尺子检查一下啊 前期啊怕手手上没感觉啊 找个尺子稍微检查一下 不是让你拿尺笔的啊 你可以检查一下 把那个线稿画准确点之后 待会你勾线的时候更加有底气一些 它这个屋檐啊盖住的部分呢 咱就直接给它图一个小小的投影 好 感谢观看 用这种短短的排线来充当我们的瓦片 你就不用真的是 还真的去一片一片的瓦给它盖上去 怎么可能 然后这个屋檐下面 用一点点这种横向的线条表示小投影 然后把它的门给它划上 这也挂个灯洞吧 只有最上面挂灯洞 看是怪蓝兽的 从这个窗户的数量来看 这估计顶楼是四室一厅 下面这两层都是两室一厅 下面只有两个窗户 因为它没有这种斗拱凉架 反正就是水泥气的 行得比较简单 最后把这个粉给它补全 画一片香叶 靠近楼的地方呢 把之前开始没有画的粉给补上 这呢就是把这种优质型的地方给画出来了 这一碗呢 牛顿看了会感叹 会会会感慨的这个米粉啊 咱就就就就就就就把它大致的形化 画的差不多了啊 最后还有一个八角 我是不是还少了几味香料 我是不是前面还画了桂皮 还没地方画了啊 算了吧 然后把这个圆给补上 我扎的那个洞呢 扎的那个洞在牛肉这儿啊 扎的那个洞在哪儿呢 找着这个洞了 哎呀呀 看这个笔他得他得拧紧一点点啊 这就是不自觉的在我这儿 我得给他加一个 再得加一个冲了啊 本来没冲的 本来没安排冲的啊 但我们这种话 他就有点好自己创作的 他随机性很强啊 有点什么地方画 输了没关系啊 有点什么不就可以了吗 不活动了啊 这个时候手抖不得啊 你看这手一抖 远小了一圈 啊行啊 咱把这个线稿擦一擦啊 找个橡皮泥啊 橡皮擦把把把把把把把画擦块啊 找个橡皮泥把线稿擦一擦 再拍一步吧 这个步骤先拍一下 拍下最后上颜色了 云童啊 咱看看画啊 看看画然后回答一下问题啊 刚刚可能有 艺术家没来的啊 咱先从这个 远古的笔记本开始啊 不是这个数学本开始啊 很早很早以前啊 这是我呢 我其实还有很多这个笔记 这个这个数学本啊 大家感兴趣的话 下次的时候我还可以都给他带过来啊 就是之前很早之前 这个是六年前的啊 那时候特别想画一些小细节 不画主体啊 你眼睛什么的就就就是抠的 特别死啊 还真你以前画的那些房子啊 这个透视都不对 是不是你这个门这么小啊 你这门这么大啊 这怎么住的 这是不是怎么住的啊 你这办地下室啊 那个时候没考虑那么多啊 那现在一看就知道啊 以前以前画画画人都是这个毛病啊 就是喜欢把这个线抠的很死 但我我们这期的话就是我我把我们这期画画要用的一些抠的 给他看一下 我没不会画显示给他看的 展示那些特别複杂的啊 东西呢 啊好谢谢 主要就是这种黑白装饰画风格的啊 然后这种黑白的涂点颜色的啊 最多最多就画点这种鸟 哎我我我那鸟鸟呢 就画了这种这种鸟啊 就比较简单的这种啊 简单的一个小的上色技法 其实平面的一个涂色 然后颜色有一个对比 简单的对比啊 是啊黑白装饰画呢 也有啊 简单上色也有阶段不一样 作业的内容会有区别 可能前面的部分的时候 是偏这种黑白装饰画 往后走颜色 好这个时候呢 找张纸 你就先试一下颜色 如果你有色卡的话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有色卡 那么你就不用试颜色 没有色卡的话呢 我试一下颜色先 首先我们套餐里面的这12只 我是有颜色了 我选一下 看一下这个图啊 原图当中 屋顶啊我应该选一个这种 呃橙色或者说褐色啊 有点浅啊 差不多啊 选一个这个褐色 然后再选一个橙色啊 我选一种橘红打底啊 这里稍微讲一个小马克笔的一个叠色小技巧吧 就你在叠了一个比较重点的颜色的时候啊 再和另外一个颜色 他俩颜色没有那么接近对不对 他的颜色可能没有没有没有那么接近 可能这两颜色会不会有点太不接近了啊 就是中间部分啊 你可以拿这个这个原本的这个颜色在他俩中间部分多涂几次 他等这个酒精干了之后啊 当然这张纸还酒精干的会比较慢啊 我拿别的纸给你做示范 你可能会看得更加明确一些 我这还有别的纸吗 还真有啊 咱俩中间的颜色肯定不兼容对不对 你在这中间多涂几次 他就是酒精的啊 酒精干了之后他俩颜色就容易洗了 对不对是不是啊 他俩就自然容易洗了 还酒精啊 老我的花原来也画过 我花之前画过啊 我发在那个 我把这些图也都扫描之后有发给大家看的 好选我觉得选这个天心格的话 我颜色不会太重 就这个颜色可以了 这颜色可以了 差不多是这个颜色可以了 先把这个阁楼的底色画一下 棕色的啊 先打个底线 这个时候你暂时先不用管颜色的渐变啥的 就是平图 快点啊 稍微快一点点 这个平图嘛 他就没啥太多好 好犹豫的 然后呢这个流利瓦啊来点橙色 我这是二代的笔啊 那个是三代的 三代是软头的啊 那是我们之前画人物的时候用的 哎 你没听错啊 我们之前画过人物啊 就是你如果这个时候呢 在我们这一期学习的话 如果你自己觉得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可以找到我们 可是我们是可以找到上一期课的视频的 上一期是人物 所以你是有机会接触到人物的 当然这个得进行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啊 你刚开始的时候你找我们要我们也不会给啊 因为你跟他还没开始学呢 你教人物那也不合适啊 等到后面了啊 有了一定基础了 你说那人物给我看看呗 找到我们 我们就会把人物发给你 你也可以 哎 还可以学一期人物 我们这个是买一送三制啊 你这我们这个 弹幕区里头有啊 刚刚脱下马甲之后与我相认的 那有这肯定就是 从修课肯定得来呗 是不是 那就是主修一期 他重修还有一期 这个瓦里面啊 你颜色重点啊 我换纸笔再去画瓦里面 是不是挺容易的 就是啊 我也没去给他画什么颜色 你说平图颜色谁不会啊 关键前面这个构图 这个部分你没画好 你平图他没这个效果呀 然后这个阴影和暗部的部分呢 找个什么颜色呢 找个灰一点点的啊 那我这正好有 那是有点太重了 我觉得可能有点不太合适 找个 看看这个颜色行不行啊 这颜色可以 你本身下面有这个增短 有这个增短笔的颜色 所以你稍微铺一点点 他就有那个效果啊 不用画太重 主要这一步呢 是把他这个 屋檐里头啊 和这个屋檐下面的这个感觉 来表现一下 我这个笔是软头的呀 才想起来啊 这 牛里瓦上面 你也可以给用这个灰色 给他来一点点小的 明显变化 更加丰富一些 然后这门上面是不是得来点投影 这个楼啊稍微意思一下啊 有这个投影 画一边就好啊 那两边都画 他就没那个意思了啊 就是一边有这种 说好评图就评图啊 然后这个灯弄呢 弄个小粉灯吧 先评图一层啊 先纸评图一层 然后可以把这个 牛里瓦中间啊 加一点点这种重色 然后有种仿光的感觉 压一下他就会那种啊 就是会让 压一个重的之后 会让他其他的这个颜色部分更亮 就很简单的勾一下 意思意思 然后 我还有一个东西啊 就是高网饼啊 最后给他这么点那么一下啊 当然这个楼呢 你可以把你觉得他这个有一点点啊 过量的话呢 待会儿可以稍微 因为待会儿压了个背景之后 他颜色层次会更加丰富一些啊 在现在这会儿就展示先平图啊 可以来一点 哎呀 还是来一点颜色吧 也太白了啊 来点颜色吧 那个背景呢 这时候没有合适的颜色 对不对 你可以手动的啊 用这个 勾线笔加重 一般啊 光从这边过来啊 他这个盐子 乌盐的部分 他反而挡的比较 折的比较 比较结实 颜色反而还重点 还可以黑点都没 没没事啊 这种简单的光影知识 非常简单的光影知识 我们后面也会讲啊 也会提到 接下来就是上面的粉和碗了啊 碗的话呢 就是一个 小白碗吧 小白碗上面有一点点小投影 碗的这个厚度 他得出来啊 这个缺缺的 这种缺口 配上这种泛黄的颜色 愈发觉得这个碗有故事啊 这个碗呢 可以不把颜色涂满 稍微这种 浅浅的这种啊 干笔去涂它 啊 完之后呢 反面这一侧 刚刚那个绿色的笔呢 绿色的部分啊 来点点小的啊 晚上怎么还冒绿光呢 它就是这种 有那么一点冷暖光的一个对比 非常简单的一点点小操作 可以很快 让这个碗稍微立体那么一点点 碗放好喽啊 上面的这个小芙蓉花呢 也就是粉红色的嘛 好 这个底上啊 再来点这个 蓝底 给它弄个蓝底 蹭这个花啊 蓝色的底更蹭这个花啊 然后绿色的叶子 就是这个颜色一定要选这种素牙一点点的啊 咽了之后它就没有那种感觉了啊 而这个汤汁呢 是这种红色的红汤啊 拿个橘红色 前面压了这一点点绿色呢 又还可以让这个红汤更加明显 这个红烧肉啊 表皮 它搞一个这种深肤色啊 红烧肉的表皮颜色要重一点点啊 是这种颜色的 焦糖色的对不对 红烧肉啊 红烧肉啊 红烧肉的瘦肉部分 也是这个颜色的 肉呢 它得偏黄一点点啊 有文字啊 老有文字呢 红烧肉好像没什么食欲啊 待会儿得点点白色的 有那种油 有那种油那种 有这种油的部分啊 红色的龙虾 你用它你先涂点 留点别的颜色出来 待会儿这个旁边加点别的颜色 它更有立体感 没睡着吧 没睡着得瞧一个一啊 不像是这种颜色的颜色的颜色 也看只是让它更有资讯 点音色的颜色 安排 看 看相机概念 小颜色先说 我的颜色那么这是个颜色的颜色 我还没想到 我这种颜色的颜色 为什么你没有颜色 然后的颜色 不理但是也没想到 我还没有颜色 偏黄一点的颜色 龙虾颜色有两个层次 哎呀 这颜色好像看着不明显 用一个肉色啊 这个对比强一点 这个虾的下面呢 涂个稍微重点的颜色 你今天主要还是讲这个构图啊 后面上颜色呢 因为有线稿 所以记法没跟他说什么太多这种叠色的记法 一节课吸收的东西啊 最好就是解决一个事物的量 然后这个粉呢 你可以把它 我们用线表示这种暗部的区域吧 稍微随意一点交代一下 最后上色的部分我们可以稍微快一些 像这种转过去的地方 它肯定有一点点遮挡关系啊 位于下面的粉 这种有辣椒遮挡部分的 到后面的时候都会重点跟大家说它相关的 这种简单的光影 光影形成啊 怎么样去记一些相关的东西 然后前面的粉的话离我们近 整体上面会让它的颜色更加的偏暖一点点 就不去细扣那些颜色层次啊 让它上中下之间有一个这种整体的区分 废图用不着啊 今天是没有素材图啊 这都是参考图 往上的呢 就慢慢颜色变这种淺一点点 颜色上面有一个区别 颜色就偏这种 亚麻色吧 就和下面的颜色有一个区别 你不用说真的是每一每一张都抠的话啊 然后之前留下来的鸭脖啊 我的确是不太了解鸭脖它究竟是个什么颜色啊 应该是这个颜色吧 远方的这个物体呢 受虚实关系影响 你别给它画太细 画太细了 前后没区别了啊 你前面辛苦画这些意义都不大了 最多最多 表现一个简单的阴影层次 前面这个龙虾爪子这个位置啊 离得比较近 它的颜色层次呢 可以稍微丰富一点点 比较快的交代一些层次关系 包括阁楼也是啊 阁楼上面有这种被挡住的地方 给稍微的交代一下 哎呀 我只是建议说是 我现在用的是马克笔啊 你后面可以用别的工具 这个也没太大问题 那就是说 如果就画数学本上面来说的话 可能采迁你这个本子翻来翻去 它没那么好保存 并且可能速度上会没有那么快 叠色的话 然后绿色的部分啊 因为属于远景部分 你不要画那么那么重的绿色了 这些小冲钻 等会香叶不是这个颜色的啊 我突然意识到了啊 远方的八角呢 就让它颜色虚化一下啊 然后最后一步就是把整个画面压一个 压一个背景颜色啊 就解决我们其他的这个颜色的颜色 颜色橙色的问题 你不能真的把每一层颜色都给它画得不不稀稀了啊 用一个偏灰的紫色 因为画面当中有很多这种偏肉色的成分啊 就是偏黄色的成分比较多 找对比色的话呢 我们肯定不能用纯紫色 不然的话会很艳啊 找一个就是 稍微灰一点的紫色 或者说蓝色也行 本来这个绿色也可以 但是这个时候画面当中有绿色成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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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候录播视频我们会直接放到我们的群文件里面 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群文件更新 这个时候三期的艺术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其他的往期的可能知道更新的方法 就是我们的这个录播地址 它是会以一个文档的形式发在我们群里面 大家注意一下那个平时的更新 一般来说是小谭老师 他会在群里面去把这个东西发给你 你发出来之后的话 它是一个文档 你把它的那个地址复制一下之后 再粘贴到游览器里面 优酷啊搜狐我们都会发链接 那么这种我们今天的娱乐课是公开课性质的 所以B站会直接回放 但是后面的VIP课我们B站就没有回放了 到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一下我们群里面的这个 录播地址更新 包括我们后面正式上课之后 就是8月份正式上课之后 我们的素材图是直接放在群里面的 大家这个时候需要做的是今天预乐课结束之后 自己去群里面把自己的相册建好 就像我给大家建的那个课前练习 课前练习的那个素材图相册 我是我自己 然后我命名了一个名字 你们也是把那个名字改成自己的学号 叫杠网名建立一个自己的专属相册 以后自己的这种作品呢就都放到那个相册里面 明白的话敲一个1啊 开学联理应该是上课前一周啊 上课前一周到时候我们会通知大家 开学联理之前我们会电话通知一轮啊 到时候我们在群里面会提前短信问一轮 说因为考虑到打电话的时候是白天嘛 可能说有些可能不方便接电话 到时候也会统计啊 这个开学联理大家不用担心啊 错过不了我们会电话加短信通知 然后我现在最后背景马上涂完了 布置下今天的作业 今天的娱乐课作业呢发到群文件里面 到时候我会在开课之前帮大家看一轮作业 就是这个娱乐课作业啊 所以这个时候录播看到我们这一节课的艺术家 注意一下把自己的相册建好 今天娱乐课是算一次作业啊 不算作业打卡的作业 但是是一次提前的课前练习作业 作业要求不能够抄袭我的啊 就是我们刚刚讲了这是一个创作课 不是宁模课啊 把这个构图的模式可以 我们今天用的是同样的构图模式 把下面的食物 把下面这个碗的代表性的花纹 还有上面主体的建筑换成你自己的家乡啊 然后也算是一次自我介绍 自己介绍一下自己来自哪里 这个作业呢 没有规定这个一定要几天之内完成 开学之前都可以啊 开学之前都可以 到时候我会在群里面给大家看一轮这个作业 因为这一次是一个简单的勾线练习啊 没有涉及到太多的这种光影的塑造 所以只是平涂了一个简单的颜色啊 像下面的投影我都没有再去处理它了啊 所以作为今天的一个 我们娱乐课的算是一个见面礼吧 对于咱们三期艺术家的一个见面礼啊 然后我们B站其他艺术家们呢 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公开课有一个小小的练习 我们是属于一个因为刚刚刚开课还没开课 所以我们没有画这种特别难的 就画了一个很简单的平面的这种啊 相当于是一个套色练习吧 所以大家呢 记住一下我们刚刚讲那个格式 就是只能够用这个构图方法 不能够直接淋膜啊 只能够用这个构图方法 不能直接淋膜啊 大家在群里面到时候先建好自己的相册 然后呢 把这个图片啊 作业呢 凑时间完成一下 好最后说一下我们的上课的一个通知安排 我们上课呢 会是在八月份的时候正式还上课啊 大家这个时候如果还想了解上课方式的话 可以去添加一下我们刚刚的科夫老师 找到我们的优化教育 然后咨询一下上架课程 我们这课程也就一个月马上上课了啊 上课之前还有一个开学典礼啊 今天是课前的预热课 我们有一个预热作业 大家在群里面把自己的这个 个人相册建好 建好之后呢 完成一下今天的这个预热作业 到时候我会直接给大家进行一轮作业指导 一来呢 是进行我们一个课前的水平测试 第二个呢 也是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们这我们这一期的课程啊 对大家理论方面的这个前期啊 就是说一定要什么技巧方面的这种练习啊 因为刚开始 这不科学啊 所以刚开始我们做一个 表达自我方面的练习啊 把这个课程呢 把这个小练习做成是咱们一个自我介绍的方式啊 换成是你自己的家乡 然后二期的课家也可以啊 作为就是我们毕业之后的练习 因为我们马上下个星期还有这个 我们二期课程的毕业典礼啊 同样也会在b站直播 大家感兴趣也可以来看一下啊 到时候会进行毕业作业的一个点评 那么毕业之后呢 二期的艺术家也可以把这个当成是一个课 一个学期后面自己的练习啊 然后在学年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 好 这是关于我们啊 后续的一个课程安排 以及我们目前的一个课程咨询情况 那么我们呃下周是 同样在b站是上一期课程的毕业典礼 然后就是八月份 开课之前我们有一个 这个开学典礼啊 会给大家介绍我们具体的课程时间啊 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科夫老师了解一下 因为我们目前还有一个月不到正式开课啊 所以如果想要 想要一起学习的话可以了解一下 因为我因为时间不多了 也就一个月不到了 所以我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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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转弯抹角了啊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就是找一下刚刚的那个科夫老师 可以了解一下更多情况啊 后续的作业安排 我会和我们的其他老师放在公众号里面 大家也可以在公众号搜索 速写公开课 找到相关的这个作业啊 就找到这种相关的素材作业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公开课的直播就先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能够在课后呢抽时间把作业练习一下 我们刚刚强调了练习还是你学习最主要的啊 最有帮助的一个途径 那我们下一次呢 课程是我们的开学典礼啊 到时候也是会在我们的公众号通知告诉大家啊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结束了 大家晚上早点休息啊 晚安 我们下次课程再见